县长许舒华一心人来到竹山镇百年妈祖庙连心宫 该宫每年都会举办远宵节绕境采接嘉宁华活动 许县长特别前往之一了解 并与宫庙指示人员一起参拜 并敬谢鲜花、树果、柴薄等等 向妈祖祈求风调雨顺 活动顺利平安 就说我们采接活动一起提登楼 那么我们妈祖共同出顺 来保护让我们的第三顶可以发展 这行之有年 我们在这里非常地感谢 我们年薪宫 我们的副主委 以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技术人员 也计划到我们的三年保 登记以来对我们的电影 这些问题都非常用心在推动 我们绕政 祈求 大家可以平安 今年中间可以说 大家风调雨顺 可以健康 妈祖绕境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我们的疫情能够早点延续 我们在这里主要 大概动员了 我们在地的十几个社团 还有乡亲 将近有五百人以上的人员 徐信东表示 连行宫举办绕境采接嘉宁华活动 已经有多年历史 绕境除了能够庇佑地方平安之外 也能够带动整个街市的热闹繁荣 前县长李明珍也到场支持 希望未来能够持续办理 他也会更加用心协助 连青宫绕境采接嘉宁华活动 已经有多年文化历史 许县长祈求庆典四十五灾 姓名平安顺遂 也会更加用心协助支持地方庙宇 推动地方宗教文化活动 让地方更发展活络 记者曾公佑 主持人阵采访报道 主持人阵采访报道